各位同樣有一條影片,就是來自AltraZera半島電台 這個已經證實在2023年10月7日 以色列的Apache Helicopters 武裝直升機 不分什麼都好,就是射擊、向著加薩地帶走的車 包括在直升機上騷擾發生,沒有知道在車上坐著是哈馬士 或是以色列人、人質,總之開槍 我們先去一片吧 In the chaotic early hours of October 7, Israeli forces scramble to engage Hamas Fighters Apache Helicopter gunships fired onto cars driving towards Gaza, aware that some of them were carrying captives 那就是我們見到了,現在接著是訪問其中一個飛機師 那這裏當然是猶太話,就有了中文在那裏 當時我載了強姿機,也沒有辦法,就立即可以證實到 到底沒有利用WhatsApp的資料發動對這些車的攻擊 那麽的話呢,那些飛機師就要加入當地的WhatsApp 那些群組來挑選擇這些目標 那很明顯是當時在短時間發生的事 那我不相信那些極升機的機師就知道那一架車是什麽狀態 到底是以色列人,還是哈馬士人,還是俘虜等等 完全不知道那一個照樣開槍 總共有17架車是被攻擊的 那這個絕對不可以接受,因為根本沒有知道這些車上坐著什麽人 那但是呢,沒有任何一些以色列的直升機機師照樣開槍 那我會把這個接電話迷述道,大家可以看完剩下那些了 但是,我覺得都沒有好說是吧 說的會有准旖�'d 說什麼它接受沒有? 方面飄向建到手以及 嘛因此覆 próxim